文化社区级青年部长兼绿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 和卫生部兼通讯级新闻政务次长拉哈尤 获提名加入国会特权委员会 调查盛港集选区议员蜡玉莎说谎事件 国会议长陈川仁提名唐振辉和拉哈尤 代替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 以及内政兼绿政部长邵木根 加入国会特权委员会 这是因为英兰妮是投诉人 因此早前向陈川仁申请回避参与调查 邵木根则因为内政部也牵涉其中 因此不参与调查 蜡玉莎星期一承认在国会说谎 事件交由国会特权委员会处理